将部苏花改工程处推动执行台九线五鹤段安全景观道路拓宽工程 4月底和地方召开第一次公厅会之后 虽然获得五鹤台地住户地主的支持 不过就设计规划及用地征收范围等问题还是有很多疑虑 苏花改工程处为此邀请到顾问公司召开协调会和地方来面对面的沟通协调 即将拓宽的台九线五鹤台地路段 南来北往仍旧车水马龙 室内协调会上地方针对了道路拓宽设计规划的关注如万件其发 轮番提出讨论 包括很多拆迁的轻益呗什么的就是虚拟机关 他会参考我们的自治条例规定 没有错他们会参考我们自治条例规定 自治条例这个是征收补偿自治条例 自治条例有规定的协议架构一定都会有 针对用地范围地商务查顾标准以及协议架构或征收等 县府详细说明 而至于规划1.3米宽的道路中央分隔岛 部分住户倾向不设 但苏花改工程处与规划单位有安全上的坚持 所以其实我们中间的分隔岛呼吸那么高 我们不要考过去啦 我们只要这个一个中就50公分 能够要射红利灯 但我也是出过了 不是要1米半 大概不到1公里 从北海归线到这个五二国小这个红利灯这一段 大概不到1公里 四国之类的中间不要分隔岛 那两边就不会占据到那么宽的这个土地 那我想在生活上面一定会有一些些许的不便 那因为这个实体的风格除了 可以就是说让车辆行进当中不要对撞 这个更安全之外 所以它还有其他的风格 比较宽一点 还有这些地方的重要路口 那还是可以做一些回转 回转当然回转到的一个一个一个物色 再者 无客段两旁的茶庄茶行 对于马路临近店家或住家门口 对住户店家人车安全威胁盛据 当面向工程处与规划单位要求改善 你都没有停车 出去 你自己停下去 就没有让客人去停的位置 因为这就会影响到他们 客户是不是要停下来 一买茶还是怎样 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生活上的奇怪 是不是把我们这边住户也考栏进去 你什么沟什么设施 你们都会考栏 什么没有考栏到说我们的住户的一个安全 就是那个一个状况 我认为这个应该是可以给他们一些 那个就是缓冲啊 不要到自己的店门口 那客人怎么进来怎么停车 这个我觉得是应该给一点方便 麻烦你们的副处长这个方法 反应的效果 面对地方提出诸多问题与建议 苏花改工程处也相当重视 事实上在召开第一次工厅会时 地方多数支持 但就小细节的规划设计 未能贴近在地居民的生活需求 再加上有先前完工的台九县复原 到瑞北段的前车之间 因此五合台地住户更是高度关注 对此苏花改工程处副处长马锡君详细解说之余 对于地方提出各项建议 也将会进一步严厉讨论或进行修改 也希望这一段安全景观道路的拓宽规划设计 能更符合在地的需求 而这一场协调会 地方几乎市场所预言也提出各项建议改善措施 讨论缴还意见 但对于苏花改工程处与规划设计单位的说明 仍未取得多数住户的共识 台九县五合段安全景观道路还有的草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